今天新竹县确诊数破2000例 居家照顾人数更飙到了8000多人 集中医疗量能照顾中重症 中央的零加期政策是正式上路了 民众只要打满三剂疫苗 免区隔自主健康管理7天 再持两天内快筛 阴性证明就能正常生活 第四剂疫苗已经开打 新竹县第三剂追加剂接种率59.25% 防疫措施在松绑 中央规定零加期今天上路 打满三剂免居家隔离 零加期的部分是必须你要打了三剂疫苗之后 如果属于自主防疫的身份 那也就是你可以有必要外出 你就可以外出 等于是大幅度的松绑了 但是是尽量的不要去聚餐 不要去参加人多的地方的活动 全县累计确诊人数一万四千多人 轻症居家照护人数一天超过六千七百人 维护足够医疗量能 集中照顾中重症 县服实施零加期 确诊者同住家人打满三剂疫苗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持两天内快筛阴性证明就能正常生活 但人禁止餐厅内用聚餐或者出入人多公共场所 而每打满三剂的维持三天居家隔离 加四天自主防疫 隔离期禁止外出 便利民众防疫居隔 包含竹北大安新人竹东北荣 虎口仁慈医院 设置裁检 味教 诊疗 领药等一站式的社区筛检站 提供一条龙服务 落实医疗量能分流 在居家隔离自主防疫 居家自主这种对象 本来就不能外出 要备有快筛剂 那如果在于这种居隔状态快筛阳 就经过医生的一个判断 如果是走确诊阳 那就是确诊 就是转成居家照顾 但是你如果还不确定的话 我们是可以让他赶快到我们的一条龙的 PGR的社区筛检站去确认 全台三剂疫苗接种率将近63% 未打三剂高中值以下学生 不适用0加7 维持3加4 防疫措施松绑 今天起已筛代格 做好个人防护将更成为防疫关键